炸门打开了 马匹也是顺利的出炸 角逐的是第五集第二组 1700公尺沙地赛事 在内篮是神山之光 然后中间上来的就是要前领的大王宝了 他现在已经超越了神山之光 跟在他后面的那就还有8000 另外外侧再上来一匹 就8号的第一块G 一匹冷门的马匹了 然后守在中间一叠的 包括黄金传奇在内侧 中间再上来浅蓝色彩衣的 有5号的兔子狂飙 然后是200万从外篮的位置上来 跟着大概是一个多马医之后 有这个虎凶啊 然后后面一点呢 包括有权威在内篮 一个多马医之后 11号的圣战士 跟着呢是美梦成真 而战士殿后的有神秘力量 他距离前面领放的马匹 大概是有8个多马匯 现在呢就是第一块G 一匹冷门马匹啊 在前面抢领放了 他带出有大概一个马匯 然后8天就紧紧的 跟在他的后面 现在我们看到虎凶 有缓缓的从外篮的位置上来了 然后在他的内侧呢 有这个200万 另外呢守在内篮 还有大望宝 接着中间一叠的马匹呢 就包括有神山之光 然后呢是兔子狂飙 在外面 在里面的是黄金传奇啊 外侧呢开始在那边 一直打边呢就有圣战士啊 然后浅蓝色彩衣的是神秘力量 然后后面再上来的 还有美梦成真跟权威 转入这个之城的时候呢 哇 现在前面有四匹马在斗了 先看到虎凶 虎凶呢在外篮的位置走得不错 然后他旁边再杀上了一匹神山之光 虎凶 虎凶神山之光里面呢 就还有这个第一快鞠也在斗 但是呢现在先出头的是二号的神山之光 里面还有一匹大望宝 大望宝的走势很好 大望宝 大望宝跟神山之光非常的接近 然后有兔子狂飙 然后还有虎凶 再来其他马匹呢就包括有四号 两百万啊 然后呢是三号的八天 跟着呢还有第一快鞠 黄金传奇 然后呢是圣战士 美梦成真 接着是神秘力量 还有权威 两匹马很接近啊 二号的神山之光 或者是里面那匹大望宝 玛雅跟潘小郎之争啊 哇这两位大师傅 回来了之后 现在开始在拼马了 可能神山之光啊 应该是有个微差 能够挡得住这个大望宝 但是大望宝在里面 哇打下去那个反应很快啊 对 一下子就冲上来啊 好像脱胎换骨啊 是的 然后外面呢又冲上来 一匹兔子狂飙显文诺的马匹啊 结果三位大师傅在斗的同时 小宝慧 哎呀没办法处在下风 他的虎兄 应该是争个第四名吧 不过四匹马都很接近 我们稍后看照片 是啊何止小宝慧啊 陆凯恒都 骑到崩溃啊 这场 虽然是第二组啊 但是碰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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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